你好,我是桃園市議員竹泉吉 今天也有幸來參加這個國際友誼日的論壇 那這個其實從良善為出發點 希望帶來國際友誼,世界和平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讓我們非常好的學習的一個機會 我們從,不單是我們從小小地方都能夠做起 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我們從小地方做起 這個無形中渲染出去,把我們整個愛的力量 都能夠散播在我們台灣的每個角落 到世界的每個地方 我相信從小做起,大家每個人都可以盡一份心力 然後發揮無比強大的力量 我相信這個國際友誼日的推動 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正面的力量的發展 當我聽到我們揚美有這四位的年輕的子弟 跟隨我們太極門親善訪問團出國做這個國際友誼的交流 我覺得我們也是魚有榮煙 是個年輕的子弟,也是有趁這個機會 能夠發揮自己的長才 在做這個國際友誼的交流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表率 對我們揚美來講也是莫大的光榮 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揚美之光 所以在這邊也感謝他們,也恭喜他們 其實我們世界很一家,不世界大同 那我們雖然居住在這個小小台灣 常常所面臨的都是一些左臨右色的事情 可是當你要知道,每一個國與國之間所發生的問題 其實都是跟我們息息相關的 包含這次最簡單,我們這個新冠疫情 你看這個就是本來只是一個國家 你看這個已經渲染到全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本一家這個觀念本來就是應該要有 那當然像現在,俄烏的戰爭 其實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我們希望藉由這個友誼 能夠推動這個世界和平 你看俄烏戰爭所帶來的影響 雖然戰爭不在我們這邊 可是你看影響了整個世界的經濟 影響我們整個生態,整個環境 現成通貨膨脹等一些問題 都是都會嚴重影響到我們 所以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問題 其實都跟我們是息息相關的 不應該置身事外 所以藉由這個國際友誼日 來推動這個世界和平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一個很好的相關 很多民眾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世界大同啊 這國際之間的關係等等 國際友誼好像跟我們好像 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總以為是好像跟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是遙不可及的 可是其實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覺得最基本的 我們把我們自己周邊的本分的事情去做好 由小做到大 然後開始做起 我相信這整個尖連一定是能夠影響到我們整個世界 所以像我們平常在地方上 能夠做一些公益的事情 能夠關心關懷我們周邊的所有的每一個好朋友 把這個愛的這個種子散播出去 我相信會影響到我們世界上的各個角落 讓這個愛與祥和世界和平的概念 國際友誼日我相信能夠推動的更好 來這裡 謝謝大家